早期的夏大士的观音 它比较偏向 比较简约的 也算是它的一个 东西方艺术的融合时期 中晚期呢 它的重彩工笔 会比较层次比较丰富 出现在它70岁到90岁的 重彩工笔的一个时期 到了晚期以后 其实它的 以观音系列来讲 它会比较偏向 全景式的构图 然后整体呢 也会从简单 偏向比较华丽 装饰性强的一个画风 可以看到它整个 夏老师的这个 佛画的一个 创作的转变 我认为是它的 心境的一个 成佛的境界 我觉得题材 不能局限于 一个艺术家的表现形式 应该是说 它到了70岁到90岁 等于是把它 一辈子的精华 已经抛弃了题材 跟一个 它的笔法的呈现 而是专注在于 它的一个 精气神的展现 所以它不论是 书法的字体 或者是跟着 它那个作品的风格 就已经朝着一种 一个神格化的感觉 一个境界 一个意境的表达 它是 它是 它是